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9天出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 並發表重要講話 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化得益於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貫徹 得益於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 得益於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積極作為和澳門社會各界的團結奮鬥 而在同日的夜晚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出席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文藝馬會 四次文藝馬會以豪光晴中國心為主題 有兩岸四地的歌手、藝術團體以及民間社團的音樂、歌唱、舞蹈以及舞術等表演 並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國》作為開場儀式 最後習近平就上舞台接見演繹人員 並與全場觀眾大合唱歌唱祖國 童彭麗之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